内政部警政署日前发布了警政署警政委员直辖市到各县市警察局长等120人重要警职人事案 其中在花莲县的部分呢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蔡丁前调任高雄市府警局的副局长 由警政署交通组组长戴崇贤调任花莲县警察局局长一职 17号下午举行的交接到任一事 花莲县警察局新任卸任局长交接不打典礼 17日下午在花莲县警察局清明堂举行 由县长徐政委主持交接内政部警政署主任秘书江振贤调 由花莲县警察局长蔡丁贤调任高雄市府警局副局长 新任警察局长由警政署交通组组长戴崇贤接任 蔡丁局长工作非常认真 因为借重其常产推展警政工作 特别调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担任副局长职务 相信以他的工作能力未来一定可以胜任薪贤 那戴局长无论面群外群经验丰富富有引导协调能力 深厚各局长官的肯定 经验接种其常财特调往花莲县警察局担任局长 希望在局长到任以后能够发挥常财 继续推动警察局各项情劣务 并能够跟有关单位积极的沟通协调 引导全体统整共同努力 谢谢蔡丁贤局长 蔡丁贤局长在花莲一年多的任内 我想在花莲能够成为台湾治安第二岛 我要谢谢所有警务人员对于花莲治安的努力 我更要谢谢蔡局长在任内 无论是一到花莲就面临我们很多的 第一个是疫情的关系 第二是0402第三个重大节日 都能够非常完善的处理我们的代局长 又是在警政署是交通所指导 我想在这个部分会做得更加的精细 让大家指导大家能够做得更争至善至美 徐政委表示 感谢警察局长蔡丁贤在一年多任内 帮助花莲成为台湾岛内治安优良第二名 面临疫情或0402以及重大节日 都能完善处理 也祝福从澎湖嘉义新北到台南 历经保一保五到警政署 资历丰富的新任警察局长戴崇贤 未来将弃毒防止黑道和暴力 在花莲流窜为目标 让花莲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城市 这次长帮眼花莲师报导